关主 我不怕他们 这是我的家人 放心 你是我极限武馆重点培养的人 我保证你的家人不会有事 谢谢关主 不过以李耀的个性 你与他们结仇在先 朝鲜星大赛有押过波莱纳斯家族在后 这次南澳大陆之行 李耀肯定会加倍对付你 你们都是武者 我不便插手 李耀来南澳大陆 鹿子谁手还不一定 罗峰 我提醒你一句 李耀曾重工通过九号古文明遗迹的试炼 获得一套黑神套装 古文明遗迹 试炼 关主 那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处遗迹是未知文明 用来选拔淘汰的试炼场 危险悉数极高 只有战神才有资格进入 且致死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么高 李耀能通过试炼 说明他实力极强 而黑神套装 又能随心意形成防护战役 甚至百分百覆盖全身 你的飞刀 大根本射不出来 这里就是被称为三大兄弟之一的南澳大陆 大涅槃时期之前 人口最多的地方 是在大陆东海岸 东南部区 但也正是因为灵海的缘故 成为了大涅槃时期 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 我翻阅了相关资料 如今的南澳大陆 堪称世界上怪兽数量 最精准最密集的区域 想必 这是成为兄弟的主要原因吧 是的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南澳大陆身处 有着王级怪兽 王级怪兽 现在我们如果遇到 几乎就是必死 所以切记千万别去招惹 来了 是怪兽吗 前方出现大批飞行怪兽 这是南澳大陆的欢迎衣室 送完了 允许开启激光炮 允许开启激光炮 ta吃 允许开启激光炮 允许开启激光炮 允许开启 за区蓮 允许开启动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激光炮 激光炮堪称死光 是人类对抗怪兽的一大终极武器 威力十分强悍 这威力 哪怕是战神级强者 也承受不了这样一击 小心点 轻拿轻放 这是我想尽办法弄来的 虽然不是最高级 但用它对付罗凤 绰绰有余 很好 喂 什么 哟 怎么了 韩夏国那边 我安排的人停止行动了 停止 是谁下的命令 维尼娜 伊萨多纳议长 H2联盟议会的议长 为什么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维尼娜 你听清楚 我绝不容许你们斗罗凤的亲人 否则 联盟议会的集体表决 他一句话 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医长能这么说 就表示 他绝对有信心通过联盟议会实施这个决定 这世上能因为一句话就令整个HR联盟震荡的 恐怕只有红和雷神了 而愿意为罗凤出头的就只有红 混蛋 走高时运的家伙 现在怎么办 罗凤的父母我们不能动了 不过 红既然知道了我和罗凤的恩怨 却没有阻止我对付罗凤 既然如此了 罗凤 准备承受来自战神的怒火吧 罗凤的父母 罗凤的父母 李耀 我在南澳大陆等你 罗凤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